你可以录 没关系 我粉丝一共有十万粉丝 你可以录 我的爸 总裁 没关系 我大哥呢 库里男六百万 不差 我都可以 直接录 你不是看你怀孕吗 我找打你 你知道吗 我打完你这晚还陪着起 我避险服劲局 知道吗 不要看着你怀孕 来跟我讲这话 没关系 你陪了我 你晚上的宝费了 现在的网红都这么狂了吗 仅仅有十万粉丝的玉米姐 被网友们频频热搜 后来才得知 这位女网红还真是个奇葩 就因为玉米姐 只延迟了两个小时退房 凭什么要多交半天房费的事情 玉米姐不仅态度嚣张 手指对面怀着孕的工作人员 还大放厥词口出狂言 我爸是总裁 我哥开六百万库里男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既然自己的家庭实力这么雄厚 又为何还在意半天的房费呢 更何况像这种 有社会地位的爸爸和哥哥 听到家人在外边这样丢人 估计也是会气得吐血了 不管是因为什么 应该如此羞辱工作人员 毕竟大家为了生活都不容易 生而为人善良一些不好吗